其實你說不管說韓國瑜 朱立倫 江啟臣或什麼 就算當了黨主席 目的是要帶著這個黨能夠拿到執政權嘛 包括2022或是2024 所有這些 可是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這幾年一直受困營就所謂的兩岸論述或什麼 那趙孝康前兩天不是講說 那幹嘛國民黨老是被人家講寢中 那就等據啊 對美中之間才等據 就不會被人家講寢中嗎 那江啟臣說未來什麼 兩岸論述絕不會只有九二共識 那還有什麼呢 就是九五跟九八 就是加滿 結果你不知道到底會有什麼 電動車時代到了 是電動車嘛 保核到充電 因為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顯然這些他們也知道這會是中間 大家一直在討論因為你要拿到老百姓的想法 民心上背很重要嘛 所以不管國民黨黨主席出來是誰 這個才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過去國民黨 比較讓民眾注意的是 他認為 他兩岸關係好 他可以處理跟中國的關係 所以國民黨那時候是得到兩岸的紅利 他尊奉的是韋石真君的那個什麼主義嘛 搖順以他文武周攻 對 對 對 但是現在民眾很簡單講 你是一個親共的政黨 台灣的民意跟美國民意跟世界很多國家的民意 其實都一樣 大家就是反共 你要主張統一可以啦 但你更要反共 因為台灣講統一只有被統一嘛 你要統一誰啊 台灣被統一 那你願意被中共統治嗎 那如果你不願意被中共統治 那你當然要先反共嘛 而且中共講的統一就是要殺死中華民國 不然中共統一以後還有中華民國嘛 這個不可能嘛 那國民黨為什麼不反共 我常講就是第一個 不是他要反共嗎 還是不敢反共 共產黨這二三十年來對台灣做了統戰 你想他會有多勝 他不會打台灣 他會買台灣 跟我們來賓也大概同樣的主張嘛 我請問一下 現在碰到的問題 像譬如說 老共這兩天已經釋出說那個金門什麼小三通 他講說 時間都講耶 五月十號有條件恢復小三通 然後包括金門縣長就直接說 希望小英總統釋出善意 這個某種程度會不會就開始造成 我們自己國內大家就會有一些不同意見的分裂或什麼 但是這個時間點比較複雜 是因為有防疫的問題 要不然以前小三通本來就存在了 小三通也是民進黨那時候支持的啊 彈出來的啊 所以現在的所謂小三通基本上在非常時期 因為就是防疫期間嘛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還是防疫的一個考量 尤其台灣這幾天是否有疫情擴散成社區感的危機 這個是最重要的考量 對 所以這個時候他提他在時間點搞錯了 這個時候講這個有沒有人理他啦 我們自己處理先顧好誰 對不對 聯盛文不是出來講說都是因為你們疫苗什麼什麼 早就跟你們講 你們都沒有處理 要不然他現在早就可以去夏威夷 他也感謝聯盛文出來轉移焦點啊 不過你看聯盛文怎麼這幾天被罵的特別慘啊 你不長眼嘛 台灣現在正有疫情擴散的危機 你說你 你說你講什麼話 我們現在共患難共忍耐 就是因為防疫嘛 你想的是你要不要能出國 對不對 那就是夏威夷 而且還告訴我們你要去哪裡 他選國民黨黨主席 可惜他選不上 不然這個很適合 是怎樣 你看他可能不出來 他是參考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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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小心說你說到嘴笑也笑 沒有 但是口水也算不到啦 但是你看 不過聯盛文最近都會罵很常 我猜不是只有民進黨在罵他 對不對 可能朱立腾也在通罵 但是 他這個時間點 完全搞錯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的最大問題 我們的來賓也常提到 就沒有人可以代表國民黨 其實聯盛文在國民黨現在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智庫副董事長 智庫副董事長有幾個 搞不好好幾個 所以他講的話能不能代表國民黨 那現在的解讀就是 因為國民黨又出爆了 承受 承受 連盛文講話的責任是國民黨要承受 所以為什麼我支持韓國瑜選黨主席 因為韓國瑜講話才可以定於一尊嘛 對不對 可是 你講這些不能笑 我知道 因為我評論國民黨 評論韓國瑜 你們都認為我不是真心的 但是你看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可是韓國瑜現在參選的可能性好像越來越低了 這是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我剛剛一無一講 越來越失望